一中可以看到警方持搜索票 見時機成熟上前搜查 那麼也發現了屋內的房間 竟然正在非法拒賭 那桌面上的麻將賭資 人贓拒貨蛋看一段現場情形 好 那賭客被抓的 根本來不及反應 現場搜查加一加 這籌碼面額竟然也高達50萬元 那現金也有3萬5千元 原來這就位在三明區的一間桌遊店 那麼他們平時以桌遊的名義暗地裡 其實常常抠客來店 湊桌非法拒賭 那現場四名賭客多數才二三十歲 連同店家負責人和員工 總共六人通通被帶回 那麼這掛羊頭賣狗肉 變相賭博的行為除了依法送辦 也將通報停止桌遊店的營業 並撤銷商業登記